大家好 在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武士的普通攻击以及特效的一个加载管理 那么我们本节课来讲解武士的这个技能攻击以及特效 我们首先来演示一下我们要实现的一个效果 点击运行 点击那个空格键 武士播放技能特效 我们上一节课讲的是点击右键播放普通特效 点击空格播放技能特效 开始我们的工程 我们首先选到这个武士的 直接来写代码 我们也是protected 去继承我们这个重新override 然后attack2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让它播放 同样的我们也是在这动作播出一点点之后再来播这个特效 不然看起来会很怪 play play attack2 effect effect manager.instance.create effect gamedefine 它的技能特效2 然后挂点 把它射成0就行了 然后挂点射成我们那个bottom脚下 根据我们这个特效的 释放的一个效果 然后调用emote 复制过来 在1 0.7秒 7 0.7秒之后播放 我们 开始的时候 这个 在player中 我们点击鼠标的右键是播放这个attack1 那么点击这个鼠标点击键盘的空格键 我们让它播放2 attack2 技能 技能攻击 input 点 get 点击键盘的就是get keydown get key get keycode 点 space 空格键 然后enter attack2 我们在行走过程中如果它点击了这个播放技能的话 我们要让它停止对吧 mynav 点stop 直接让它停止好了 mynav 点stop 不用再往前走 我们来播放看一下 我们来播放看一下 开始 嗯 哦 它直接 记录了上次创建的一个信息 我们让它每次都不要 不要把这个信息给记录下来 我们在这个start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start的时候 我们就把所有的记录都给清掉 这样的话我们每次都可以去创建 不要方便方便我们去调什么的工程 后面再记录吧 直接调文字 prepare pref.delete 就是把这个储存的所有的信息都给删掉了 点击运行 点击开始游戏 点击无视创建 我们点击空格键 这个动作好像不太符合它这个 这个特效 我们来给它换一个技能攻击动作 选到这个animate里面这个warrior 点击ctrl 点击alt 然后就可以拖动这个界面 把这个attack2给删掉 删掉了之后 我们重新再引进一个新的动作 点在animation里面 把这个jump 作为我们武士的这个attack2的攻击动作 把这个名字给换了 换成attack2 attack2 OK 同样的 播放完之后 转回idle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武士 这个动作 释放技能特效的动作 大招 大招动作就应该 点击空格 跳起来jump 然后出现一个这样一个播放的特效 好 我们本节课讲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